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商业论坛 今天 李津津牙医博士将为我们介绍 植牙的成功率以及并发症 并且解答网友关注的问题 比如说 植牙前为什么要植骨呢 骨粉的种类有哪些呢 种植牙可以用一辈子吗 为什么网友只想植牙 医生却要求先治疗牙周病等问题呢 李津津牙医博士曾就职于 密歇根大学牙周病植牙专科 南加大甲牙修复专科和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拥有20年临床工作教学经验 李医生 你好 你好 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今天我要讲一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植牙 还有植牙的成功率 然后植牙的并发症 然后植牙体会不会保一辈子呢 那我先讲一下什么是植牙 植牙呢 有些客人可能讲 植牙是不是种一个种子 然后牙就长出来呢 那不是那样 就是说当你有了缺失牙之后呢 植牙就是说我们要往你的骨头里面 打一个这种钛合金的一个钉子 就是这是钛合金是可以跟骨头整合的 它相当于是一个人工牙根 然后四到六个月之后 这个钉子跟骨头长好之后呢 我们再在这个钉子上面套一个牙罐 然后这个就是顾名思义就是种植牙 那现在种植牙的技术已经算非常成熟了 因为这个是在二十年前的时候 在我还在念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刚开始 那种植牙现在病人经常会问 那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率呢 那植牙之后会有什么问题呢 现在平均来讲的话 如果病人的骨头情况都很好 那植牙的成功率一般来讲是百分之 平均来讲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五 为什么还有另外百分之五的概率会不成功呢 这些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那这个百分之五的不成功的话 要根据就各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 他的身体状况骨头状况 还有那个就是他什么时候拔的牙 就各个情况都有相关 那我先讲一下就是植牙成功 跟哪些因素相关 第一来讲当我们看一个植牙的病人的时候 我们先要去看他身体是否健康 看病人有没有糖尿病 高血压心脏病 然后有没有吸烟室 这些是能够决定 就这个病人他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植牙 如果病人有糖尿病的话 那他就有高风险的植牙之后会有感染 那可能植牙体的愈合情况就会不好 如果病人吸烟 他也会就是干扰这个局部的愈合 所以说我们先要评估这个病人 他的身体状况 然后才能决定就是到底能不能植牙 需不需要让病人先解烟 然后需不需要先控制糖尿病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病人的骨头情况 那他进来之后我们要看一下 如果病人牙已经拔掉了 我们要看这个病人牙草骨 现在的宽度和高度 就是骨头情况能否植牙 因为有些病人 比如说他拔完牙之后 他等了好久好久 当你拔完牙已经超过五到十年之后 那你的骨头就会萎缩得很厉害 那可能你的骨头高度宽度就不够再去植牙了 如果想要植牙 可能要进行更复杂的植骨手术 然后如果你的牙齿还没有拔掉的情况 我们要看你的牙齿在骨头里面 那拍片子要看你有没有根间的感染 骨头里面有没有感染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定 当拔了牙之后 我们是需要怎么样的植骨 是需要轻感染 还是需要先等骨头愈合 然后另一点呢 就是要看这个病人整个的口腔状况 我们要看他的牙周情况 就是有没有牙周病 他其他的牙齿有没有骨头萎缩 所以说我们要综合一个病人的 就是全口的情况和全身的健康状况 才能给他一个整体的一个诊导计划 谢谢李医生的介绍 那一般植牙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并发症呢 我现在要讲植牙的并发症 有很多种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我们的网站看一下 我在十年前专门写了一篇论文 大概有十五六页就是专门讲各种植牙的并发症的 然后植牙的并发症的话 它是跟有的是跟全身疾病相关 有的就是局部就是植牙体松动 那我要分类讲一下 植牙并发症一个如果病人有全身性疾病 比如说吸烟糖尿病 这个是两个已经被证实的 就是会降低植牙的成功率 如果你有这两种情况 那你就有高风险的植牙失败率 比如说正常情况 我们植牙手术是95%的成功率 那如果你有吸烟和糖尿病的话 你的成功率可能就会降低到80% 所以说这种情况 病人一定要就是按照我们的医处 比如说吃抗生素 然后手术前后尽量不要吸烟 然后呢要注意口腔卫生 然后这个是全身性的疾病 然后另一种的话就是说 如果病人有牙周病 如果病人你有牙周病的话 那你就是周围的所有的牙齿 都有骨头萎缩 那这些也会干扰你的植牙体 所以在我们种植牙之前 就要先控制牙周病 那植牙手术也会导致一些局部的并发症 一个是术后感染 术后感染 其实如果你做完手术之后 坚持吃抗生素 因为我们一般会给病人开10天的药嘛 一个是抗生素 另外一个是阵痛消肿的药 还有一个是术口液 如果你坚持吃药 应该都没有问题 但是经常有病人 因为我们只要手术 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左右 那病人觉得做完手术 我觉得一点都不痛啊 然后他回到家里 他就觉得他不痛 然后没有吃药 但一般来讲 所有的手术感染 都是在做完手术之后 大概三到四天的情况下 然后才会出现感染的症状 就是比如说病人会有发烧 然后局部肿胀 然后呢 这些一般来讲都是因为没有吃药 所以你要防止局部感染 就是在我们做完手术之后 及时的吃药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 就是跟手术的 就是治疗过程当中 手术的技术相关的 比如说有些病人就是他的骨头 非常的薄 或者他的那个骨头高度不够 可能跟神经离得非常近 或者说他在植压之前 然后局部已经有了感染 在轻感染的时候 他的感染已经跟他的 就是下颗骨的神经啊 或者跟他这边上颗骨的这个空腔 离得非常近 那这种在做植压手术的时候 很有可能 比如说我们刮感染的时候 会伤到他的神经 如果伤到神经的话 病人可能觉得就是半边脸 就会有麻木 然后还有可能会穿到 他的上颗痘里面 那这样的话 病人会觉得 就他用鼻子呼吸的时候 可能觉得口腔跟鼻腔是会通 那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了 我们在治疗之前要先拍片嘛 要先看一下病人的治疗之前的情况 但是为了轻感染 这些并发症是有可能出现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会出现这些并发症 而不给病人做治疗 所以说当我们看到病人 就是说骨头里面感染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会先跟病人交流一下 就是说你做这个治疗 你可能会伤到神经 可能会伤到上颗痘 然后先要让病人签字 就是要告诉病人这种可能性 然后才去做治疗 所以说听起来好像就是 植痒手术很简单 但其实这个是 就是还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需要医生的经验 而且我们 因为像我是专门做手术的专科嘛 我们见过很多复杂的case 而且见过很多就是 手术之后的病发症 因为当好多就普通牙科 可能做不好之后 或者出现病发症 他们就会把病人转给我们 那我们当我们就是 take care这些病发症 比如说取直牙体 或者再做二次直补 这些其实手术的难度会更高 所以说我希望就是病人要先就是自己有一个概念 知道自己的情况 然后去找专科的 就比如是亚洲病庄科啊 或者口腔外科 去找我们这些专门做手术的牙科去咨询 然后自己充分认识到了 然后你的情况的复杂性 然后再来决定 就是说这个直牙绝对不是说 就像电视广告里 或者就是收音机广告里面 讲什么八百块钱直牙 这个是在你的骨头里面 要打一个钉子 而且是一个复杂的手术过程 所以你在治疗之前 一定要跟doctor沟通好 然后选一个你信得过的doctor 非常感谢李医生的详细的介绍和提醒 那还想请问一下您 直牙前为什么要直骨呢 而且这个骨粉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 对 直牙前直骨 因为我们在任何拔牙的情况下 我们都会先问一下病人 就是说你拔完这颗牙之后 今后是不是想要直牙 如果你要想要直牙的话 那我们通常都会在 就拔牙那个牙草窝 就那个洞里面填好骨粉 那你填骨粉的目的 不是说让那个骨粉永远待在那里 我们放骨粉的目的就是说 放上骨粉 然后让它骨粉能够就是 hold住你的这个space 就是把你这个牙草窝的间隙保持住 然后让你自己的骨头能够长进去 如果我们没有放骨粉的话 那你这个牙草窝一般三个月 骨头就会长好 但是你的牙草骨壁很有可能就会萎缩 就比如说那你原来像这个宽度 当你没有放骨粉长好之后 它可能就会shake down 就是萎缩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那有的时候骨头萎缩了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那你就没有足够多的宽度再去持牙 所以说你放骨粉的目的 是为了延迟这个骨头愈合 能让你自己的骨头长进去 然后一般骨粉它放进去之后 四到六个月就会完全吸收了 就是它就会被你自己长进去 自己的骨头所替代了 所以说骨粉放进去 不是说待一辈子 骨粉只是在那里待四到六个月 然后让你的骨粉 让你自己的骨头长进去 但是它的目的是保留你现有的牙草骨壁 让你的牙草骨愈合时候不会再萎缩 然后骨粉的分类呢 现在市面上是有不同的种骨粉 大致分成三类 就是有人骨头牛骨头和合成骨 那如果你是要止牙的话 那你必须是要放人的骨头 因为人的骨头是 就是跟我们人体就是相吻合 是最好的 而且它以后都会吸收掉 你的自己的骨头 才能够充分的长进去 然后牛骨头是 就是说比如说 有的病人是做上后痘之骨 那我们是希望有一些 更硬的东西能够厚的 就是待在那里久一些 但是它跟人骨比起来 还是差很远 就是当有些病人 比如说宗教信仰 或者是其他那些情况 不能放人骨的时候 牛骨头是一种 就是可以临时作为替代性的 但是绝对不是手学 然后绝对不能往里放的 就是合成骨 合成骨的话 它是一种钙化物 它并不是真的骨头 然后如果把这种合成的骨 放到牙槽窝里面去 它会导致你自己的骨头 不能长进去 这个合成的骨粉 会永远呆在那里 就比如说 当你把我牙之后 放了合成骨之后 你可能过两到三年 四到五年再拍S光片 片子上还会看到 有那种白色高密度的物质 但那个 它只是一种高密度的钙化物 它只能让你那里 就是说 就是还是保留住那个洞 但是不能让 让你的骨头长进去 那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打的 质压体的钉子 钙合金的钉子 它只能跟人的骨头整合 而不能跟这种钙化物整合 所以说如果说 有些可能大臣没有经验 他可能就是放了合成骨进去 那这种病人以后 就不能再去植牙 因为合成骨会干扰 他自己的骨头的愈合 所以说当有病人来 我们office咨询的时候 如果是我自己 比如说拔牙 植骨再去植牙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 但如果病人跟我讲 说他以前把这个牙拔了 几个月之前拔了 然后就是放了骨粉 然后但是我们拍片子看 还能看到骨粉的影像 就是那种高密度白色 就是在那个牙的位置 能够看到 那我们就要 就要马上提到警惕 因为就这个病人 有可能放的就是合成骨 所以当他放了合成骨之后 这种植牙体 即使你种进去 你可能种的时候 感觉不出来 但是以后一定会失败 因为他不是人真正的骨头 他跟植牙体不能够整合 所以说当我有病人 比如说是在其他地方做过 就是植骨 那我一定要让病人 跟他原来的office去联系 要把他植骨的记录 给我们要过来 因为我要看一下 因为每个骨粉 我们放进去 都要贴在病例里面 就这个骨粉 是哪一个牌子的 从哪里来的 就是都要看一下这个记录 然后我要分析一下 看他到底放的是什么骨粉 如果是放的合成骨的病人 那我们就不再接 因为这种东西放进之后 掏都掏不出来 因为相当于是 你放进去之后 那你自己的骨头 又在上面盖住了 那你掏的时候 要把骨头整个 再切一个大洞 再把它掏出来 这样的话 闯伤很大 而且你掏的时候 你也感觉不出来 就是到底有没有掏干净 那病人的骨头可能还是长不好 所以像这种病人 就是如果你接他 要就是重新植骨 帮他植牙 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所以说 当你知道自己哪些牙 可能要拔牙植牙 那你最好就是 你要让哪个doctor 来给你植牙 就让哪个doctor 来给你拔牙 因为如果说 我们今后想要植牙 我们连拔牙的方式 都是不一样的 像传统的拔牙方式 就是说 我们打好麻药之后 就把牙整个就向外 就是向它 外面这个壁 整个就是掰一下 就把它给拔下来 那这样拔完之后 你的牙草窝 最靠外面的这个骨壁 就是没有了 就好像一个盒子 那外面这个壁没有了 当没有了这个壁之后 如果你又没有填骨粉的话 那你骨头愈合好之后 就会萎缩的非常厉害 那你这个宽度就不够植牙 如果我们想要植牙的病人 我们拔牙的时候 就是要把这个牙根 从它这个牙草骨里面 等于说是干干净净 只把根拔出来 那它牙草窝 这个四个壁 都还是要尽量给它保留 如果你能保留好 这四个壁 就在里面填好骨粉 上面放好胶原膜 盖好的话 那它的就是 现在的骨头的宽度 就是以后它能够植牙的宽度 那这个病人基本就百分百以后 还是可以植牙的 所以说如果你想植牙 那从拔牙这一步开始 就是要给计划好 而不是说就说 那我先把牙拔了 然后让它长一下 看一看怎么样 因为一旦你的骨头萎缩之后 那我们再去植骨 想要把它增宽 这个手术的难度就会很大 而且就跟你当初拔牙放骨粉 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手术 所以说我希望就是 如果想要植养的病人 你先要自己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就是懂一些基本的道理 然后你才能在就是 做完咨询之后 才能够决定 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植牙 我要植几颗 然后我植牙过程到底是怎么样 我到底要不要放骨粉 我要选择哪个doctor 所以这些问题都要在你 做治疗之前 自己要就是想好了 然后经过充分的考虑和咨询 然后才能决定 谢谢李医生的介绍 还想请问一下您 种植牙是可以用一辈子的吗 对啊 这个是几乎每个病人都问我 就是说那你这个植牙体 种进去能够保多久啊 那我作为doctor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不能就跟你讲说 当然是就是可以用一辈子 就是我只能跟你讲 你种进去的这颗牙 就跟你自己的牙是一样的 而且可能比你自己的牙还要结实 因为它是钛合金的 就是它不会像自己牙那样 再会有取花呀 就是说就是这个是好的地方 但是呢 种植牙跟自己的牙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这个 种植体的这个钉子 是跟骨头总和起来的 然后这个牙罐 那它在你的嘴里面是不会动的 然后因为我们嘴里面 一共有28颗牙嘛 那你当时种牙的情况 可能是缺了缺了这颗牙 或者缺两颗牙是吧 但是你可能过了几年 你的牙齿的咬合会有会有改变 就好像说一个桌子有四个腿嘛 那你当时装的时候 是按照另外三个腿的高度装的 可是你这个木头桌子用久了 然后经常晃动 可能你另外三条腿松动了 或者高度变了 那当你的咬合有改变的时候 那你这颗植牙体 因为它是不动的 而我们自然的牙 是会随着咬合 它是会会它会改变 那如果这个植牙体 过度受力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说 上面的牙罐就会松动脱落 这个这个是有可能的 然后还有可能就是说 这个基台跟植牙体连接的部分 里面连接的部分也会松动 那如果说上面这一部分 可能有问题松动 那你可能就是回到你原来的 doctor帮你看一下 如果牙罐松动了 那就是把它放回去 调下咬合再粘上就好了 可能也就是十分钟的情况 如果是里面的abundment松动 那就再回去拧一下就好了 就是用我们的兔 就是再把这一部分拧上去 但是如果说这个牙罐和里面 都装得过于结实 那你的咬合受力直接到了里面的植牙体 如果是植牙体坏掉松动了 那就要整个重新做 所以说就是当我们做植牙的牙罐的时候 我们会就不会帮它粘得过于结实 因为如果你粘得过于结实的话 当病人咬合有改变的时候 它的受力就会直接到里面 可能会伤到这个植牙体的根 所以我们会把它就是粘合的时候 用一种就是介于中间 不是说临时的 但又不是说粘得非常牢固 这样的话相对是一个保护措施 一旦你比如说你植牙体放 就是装好牙罐过几年 你的牙齿咬合有改变 那有可能到时候这个会松动 相对是一个保护措施 那我们再只要十分钟 调一下粘回去就好了 所以说能不能用一辈子 能够用多久要看你的口腔状况 要看你的牙齿咬合有没有改变 还有一个就是跟牙周病也有相关 就是它种在你的嘴里的话 它就跟你的自己牙是一样的 如果你有牙周病没有控制 或者你没有定期去洗牙 那你牙周病导致的骨头萎缩 也会导致植牙体的骨头萎缩 那当它萎缩到一定程度 植牙体可能就会松动 所以说你保护植牙体 就像保护你自己的牙齿一样 那当你有了一个新的种植牙之后 就相应是你就是嘴里面又有一颗新的牙 那能不能用一辈子的话 是要看如果你保护的好 当然就可以用一辈子 如果你不治疗牙周病 或者不好好保护 不刷牙 然后或者你的咬合有改变 然后没有及时回来看调整 那可能会有植牙体的负用 现在平均来讲的话 植牙体就是十年应该是可以的 一般来讲 我们给病人当中完牙 放完牙罐之后 第一年就比如说前十二个月 任何问题 就不管是牙罐的问题 还是什么问题 我们都会再帮病人重新调整 但超过十二月之后的话 我们要根据病人的情况再来考量 如果只是就是牙罐松动了掉了 你就回来沾一下就好了 而且大部分病人因为每三到六个月 都会回来洗牙嘛 那当病人回来检查 就是洗牙的时候 我们也会帮病人就double check一下 就他口腔的情况 植牙体的情况 像简单调咬合 可能也就三四分钟的事情 如果你维护的好 就是就像你的车 就你去定期换油啊什么 维护的好 可能就是可能就是可以用一辈子嘛 这个是我们所期望的 也是病人期望 谢谢医生的介绍 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是很多网友非常关注的 就是为什么有网友就说 他只想直牙 但是医生呢 却要求他先治疗牙周病 对啊 这个是就是我刚才讲了 是就是直牙可能有的并发症了 那如果你有牙周病 就是牙齦感染 牙草部萎缩 如果你没有治疗的话 它会导致你的骨头高度继续降低 那我们的直牙体这个钉子是打在骨头里面吗 如果你就是直牙体周围的其他的牙 都还有牙周病 牙齦感染继续导致骨头萎缩 那这个直牙体就不能成功 所以说当我们 不管我们做任何手术治疗 我们一定要先确保你直牙体的这个就准备直牙的这个位置 周围的所有的牙和它的牙齦组织是健康的 是没有感染的 这样的话我们钉子打进去 它的长期效果才会好 那知道牙周病也是看你牙周病的到底严重程度 有的病人可能做个身份清洁就好了 那有的病人可能还是需要做牙周手术 把你周围的牙先要清干净整理好 就是治疗好了 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有牙周病的病人 他有可能说他其他的自然的牙都有松动了 那这个病人可能咬合就不够稳定 就像我刚才讲到 如果你就直牙体的另外一个并发症 就是你的直牙体重进去 因为它的这个牙是不动的 当你另外其他的牙不够稳定 还是松动的情况 就好像桌子四个腿里面 一个是金属的腿 是不能动的 另外三个是木头的 那随着桌子晃动 它会有调整 它会晃动 那这个金属的就会过度受力 那它的成功率就会低 所以说当你就是想要治疗的时候 第一要治疗牙周病控制感染 第二你要看你就是其他有牙周病的牙 它的松动情况 那它可能会干扰你和直牙体 牙冠的咬合情况 好 今天非常地感谢李晶晶牙医博士 为我们大家介绍直牙的相关知识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